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土豆丝是家家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可要做好它,并不容易 掌握本视频中的五个诀窍 保管你炒出的土豆丝清脆爽滑,带着双椒和蒜的香味,吃得停不下来 跟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五个诀窍吧 将两个中等大小的黄皮土豆,削皮洗净,放在一个大碗里 加入水,盖住土豆 防止土豆变黑 将两个土豆切成片 再切成丝 用清水浸泡,除去多余的淀粉,备用 将一个青辣椒剖开,去紫 再切成丝 放入盘中备用 再拍两瓣大蒜 切碎 放入盘中备用 炒之前,将土豆丝用水冲洗干净 沥干水分,备用 现在开始炒制了 锅里倒入少许油 放几粒花椒粒,炒出香味 不喜欢吃花椒,可以将花椒捞出 把沥干水分的土豆丝倒入锅中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炒去土豆丝上的水分 加入两小勺的白醋 继续翻炒 不用担心会发酸 炒至基本没有水分时 放入大蒜粒 将大蒜粒炒香后 和土豆丝一起炒匀 加入二分之一小勺的盐 翻炒均匀 加入青椒丝 翻炒出青辣椒的清香味 然后和土豆丝炒匀 出锅前 加一点点鸡精提鲜 这样一道普通又美味的 清炒土豆丝就完成了 味道好极了 清脆爽口 营养丰富 简单易做 记住是哪五个诀窍了吗? 你也试试吧 谢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 转发 订阅支持一下 下集见